很多人会开玩笑说 我们是廉价的高级看护 直击护理师缺工现场 疫情后半年离职1700人 实名感能撑多久 你人力不够啊 然后我们也放不到价 护理人员不够 所以就关病房 然后关开造房 重CP值失衡的医疗现场 当国际加码狂抢救命药材 台湾健保年年砍价健库 不止缺药 独家追踪连击重症开刀医疗器材 救命关键的叶克膜管子都拉紧爆 或者说这是盗鼓地几次啊 如果我们医院只剩下五套 一个五管子 或者是耗材 病人一个来 我们要不要装 装了下一个病人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了 失去了战斗的武器 五年以后你会想说 当年如果有这个东西 会不会好一点点 或是我的武器 我的医疗器材是足够的 足够的 然后会不会让它存活下来 别让医生陷入武器匮乏的无奈啊 有一些医院他会用抽销的啊 这也是很不好啊 可是这种都非常隐秘 会不会感染自己的未来的症状 健保财务危机下 癌症新疗限缩几步 请家荡产的自费病患 只好向黑市买台湾竞售便宜的 孟加拉放置药 我们说总是啊 可能跑在国内前面要带进来一样 跟老师说嘛 是以后就把医病啊 你可以想见什么病都在里面吗 就3.1%的GDP cover百分之百的人 这是奇迹哦 全世界没有这个奇迹哦 包山包海的健保 在高通膨精算压缩下的 种种困境 你我息息相关 请锁定本周六 要命的缺憾 进新闻调查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